最近有很多网友就是想让我录一期这个硬稿上石的这么一个视频啊 然后今天呢我就给他倒置的说一下 那么这个硬稿呢是我们电脑处理好的设计好的一个硬稿 是一个汉印风格白纹的一个硬稿 那么这石头呢是辽宁洞 那么石头我们前期肯定是要把它这个把它打毛 就是用300目左右的沙子 我用的是240目的沙子把它打毛 打毛完了以后就是为什么要打毛呢 就是很多石头上面它封的有蜡 如果上面有蜡的话呢 它肯定是这个油墨是印不上去的 再一个这个主要就是封油精 这个封油精 然后这个硬稿正常情况下硬稿跟这个硬石设计是一样大的 这个处理方法就是你在这个做图的软件上设置好 A4值打印出来 它就是你想要的尺寸 在这个做图软件上设计好了尺寸以后 那个A4值打印出来 它肯定就是这么大的尺寸 这个石头是2.5乘2.5的石头 然后我们先在这个石头上滴上这个几滴蜂油精 然后把它抹匀 一定要抹匀 抹匀完了以后呢 把这个硬稿这样 居中放下去 一定要对准 中途不能移动 然后按压 如果这个 如果油多了 你就立马把这个纸巾按在上面 吸掉多余的油 这样按一下 然后有的情况下就是说 油不均匀的地方 可能地方偏干了 比如说有的地方偏干了 你会发现这个纸面发白 你可以用指尖 指尖 蘸一点这个油精 这样 再按压一下 按压完了以后 稍微等个十几二十秒就可以了 等个十几二十秒 然后我们走这个边角 看看 让它稍微干一下下 如果不够干的话 你就接着在这个用纸巾 吸 然后我们把它解开看一下 看成不成功 对 还是蛮清晰的 现在是这个风油精还没有 很多油分没有挥发掉 等它稍微干一下 它这个黑白 黑白的这个部分 这个对比 会更强烈一些 但是不要立马刻 要等它油 这个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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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打印机的这个 这个 碳粉 跟这个风油精的油 混合以后 形成这个油 你一定要让它干透 不然的话 你刻的时候 那个石粉 会粘在上面 那个石粉 会粘在上面 如果不可以 你会不会有的